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公式执行的107年外交小尖兵,应与众子对选拔活动,决赛主持人杨小黎表示,现在孩子的创意无限,非常令人惊叹,会像自己在旧都镜美女中时也曾参加过外交小尖兵的校内争选亚太营展鄂平如潮,杨小黎担任星光红毯主持, 他说,我把自己该做的功课都做好了,68张手卡也完全背起来,当下很努力地应变现场的状况,真的问心无愧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金钟颁奖典礼则显得兴奋,表示已经在拍戏之余开始制装,还说自己很三八地把台北歌手拿出来再看一遍也跟住又哭了一次,心想,恩,演得还真不错 杨小黎担任外交小尖兵,应与众子队选拔活动决赛主持人 公示提供 加密任外交小尖典礼则 connection